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而且谢谢红牧师跟教会的领星们 邀请我来 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很特殊 因为是我们明天呢 就是纪念这个中国福音会 建立40周年纪念 而且呢 明天有很好的program 所以感谢主 先谢谢你们贵教会 很多人会参加 而且以后有报告 所以先跟大家问安 而且感谢主这个教会的见证 而且有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 来听神的话 我跟这个红牧师 多年的认识 他是加拿大福音会的董事 我也是在美国 这个中国福音会的会长 我们常常开会在国内国外 过去四年呢 我们在香港开这个三号一项的大会 而且这个红牧师呢 是我们特别讲言 所以我们过去十年多 跟那个红牧师 跟你们教会 都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走对一个神的路上 而且神的神学 这个神学方面我们是一体的 所以感谢主 你可以看见神的教会这么兴旺 而且我常常为你们教会感恩 而且为你们祷告 所以我记得大概04年 上一次我在这里讲诗是2004年 是在我哥哥赵天恩 这个追师礼拜的时候 我来有机会跟分享 可能Dr. Houston也来 所以这个很深刻的印象 这个教会是猛神祝福的 而且继续为你们祷告 继续这个兴旺神的教会 兴旺福音 而且在这个邪恶的世界 在这个弯曲的世界里面 我们这个教会是做个光 做个盐 这个灯塔 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 做个见证 感谢主 所以今天早上呢 今天晚上呢 我们看一看刚才主的 这个圣经章节 是一个葡萄园的工人 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讲 这个耶稣基督 这个讲的比喻 这个比喻呢 就是耶稣基督讲 这个就是救恩的比喻之一 很多救恩主义 这个耶稣讲的比喻里面 这个比喻里面 就是救恩主义 救恩的比喻方面 是讲人得救 怎么得救 经过怎么情况得救 所以这个故事 就在这个故事里面 显出来 这个耶稣基督想讲的 所讲的 这个工人 在葡萄园里面 做的工 你知道耶稣基督有最喜欢的 圣经章节吗 他最喜欢的 讲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在很多方面 最少有五个处 他要讲这个关于 他要谦卑 做谦卑的人 而且他在这个 马太福音十八章 四节那里 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十二节那里讲 反之高的必要违背 自卑的必要升高 所以他有四五次 讲这个情文 要自卑 而且谦卑 谦卑以后呢 能被耶稣基督为神 能提高 提高就是升高 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升高 所以这个是 耶稣基督最喜欢讲的 所以今天这个比喻中 这个原来的背景呢 就是这个 你要谦卑 要谦虚 而且在主念面前呢 神会慢慢给你提高 所以耶稣基督讲了四次 这个就是 是一个公式一样 耶稣基督 可以在主面前 在神面前 因为他自己 什么 他自己卑微 他自己 存心的顺服 以至于死 死在实际上 所以神就 使他升高 这是在 这个 菲利比书二章八节到九节 这里讲的 所以保罗本身 这个提倡 而且正成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所以这个比喻呢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叫我们 做一个谦卑 谦虚 而且这样的话 神能提高我们 所以这个比喻呢 就是有很多的 这个背景 有这个背景 还有呢 马太福音 这个十九章 我们刚才读的 你可以看见 马太福音十九章 这个最后一节 那里讲 说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 必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那再看你刚才 我刚才读完这二十章 十六节完了以后呢 第十七节 又来这一节 他说 这样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个就是一个好像两句话 把这个比喻夹在当中 所以这个到底 要在前的 在后 后的叫前 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我们讲 但是我先给一个 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比喻 关于这个前后的事情 这个我在中原大学 教授所在台湾 有一个学生呢 他是全班考第六十名 那时候大学 每一班有六十个学生 他是考最后一个 后来他被老师当掉几次 被我也当掉一个科 就是宗教科 所以他不及格 后来呢 我就跟他讲福音 我说你要信耶稣 这个信耶稣 你有永生 不但永生呢 我想帮忙你 所以他后来呢 他信耶稣了 信耶稣以后呢 他就问我 我就跟着查经 查到这里 他将要在后的 后来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在后 他说老师啊 这样我去天国 我是不是考第一名啊 真的 你说他说这里 在后的 我就最后的第六十名 我在天国是不是第一名 他很奇怪 他就很兴奋地 说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不是能carry on 就是到天上来 我说绝对不是的 我说你在这里考第六十名 在天上还是考第六十名 但是这个不影响你的救恩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 你现在不知道考多少 或是赚多少钱 或是什么地位啊 对天上你的地位 是完全不同的 是照你的信心 照你的救恩 照你神的给你的恩赐 怎么活下去 所以呢 今天下午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点呢 这个 这个比喻 有的人说是很困难 其实不是困难 这个比喻其实蛮简单 大家读了 这个一个葡萄园主人 要顾学工 就在他这个葡萄园里工作 所以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这里讲清晨的时候出去 所以犹太人的清晨呢 就是日出 一天日出就六点钟 因为他们没有表 没有钟啊 也没有算时间 他们是日出 日出就是六点钟 那什么时候玩的 日末 就六点钟到六点钟 十二个小时 一天十二小时 所以他说一大早他就出去了 去故宫 那里 故宫叫他们去葡萄园里工作 所以他们讲了工价 这工价就是 说一天一两银子 这一两银子 就是那时候一天的工价 那是英文是Daenerys Daenerys就是希腊 罗马时候的一个小圆的 有这盖沙的刻像在上面的 耶稣也看过 耶稣也用过 所以他说一天一两银子 你来 那些人就进去了 所以他们就进去以后 那是六点钟 后来九点钟三小时 同样他就去到外面去找工人 他们说一样的 说你们也进去葡萄园 葡萄园去工作 也是这样讲的 但是没有说多少钱 他说该得的会给你 你该得的是得子 这个就是我们进天国 神会给我们救恩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 这个behind me 这个后面的意义就在这里 先给大家讲一讲 所以大约中午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 他中午的时候 那个公主说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十二年钟还没有进去 他说我们 那些人说 我们没有人雇我们 这个也是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四五十岁 还没有信耶稣 你怎么没有信耶稣呢 也许别人说 没人告诉我们 所以大家注意 大家有责任 传福音 告诉你亲人朋友们 他中年了还没信耶稣 你有责任告诉他呀 你去天国呀 你去天国就有永生 你有喜乐 就这个意思 所以到了三年钟 三年钟是同样说 你们也进去 最后呢到五点钟 五点钟快打烊了 因为六点钟打烊吧 五点钟 他还有人 同样请他们进去 这个普特洋院的工作 所以好了 那到了一天结果了 所以算这个公假时间了 所以他怎么样呢 他就是从这个五点钟开始 倒数的来的朋友们 得工资 所以他们得什么呢 一两银子 最后来得一小银子 所以你可以看看 想念中最早来的 六点钟来人 他说 这次我们要 double benefit 我们要 triple benefit 因为我们做了十二小时 那些人做一小时 还是得了一两银子 一块银子 所以最后没想到 他们得钱的时候 他们还是一两银子 一块银子 他们就抱怨了 埋怨这个主人 说我们做了十二小时 你们这些人做一小时 同样得一块钱 不平等啊 但是英文说 no fear no fear 主人说什么 我不是讲好了吗 到时候给你 进来说一银子 我给你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做了好事 你们眼红了吗 这个眼红的是北方的话 我是北方人 东北人 东北人就是说眼红了 就是嫉妒了 不高兴了 不服了 因为翻圣经早代 1919年以前翻圣经 有一个东北北方的人 他就把这个字放进去 英文里也没有这个眼红的字 就是嫉妒 嫉妒的意思 所以这些人嫉妒 但是原主说 我自己的钱 我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是我的意见 是我自己的意见 我愿意做什么 做什么 因为我们讲好了嘛 是不是 那你不要钱拿走 或是就说 take it or leave it 就是你不要 你弄点的嘛 就走嘛 所以这样啊 后来他们完了 这个耶稣基督又讲的话 那在 那在 后的 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整个 比喻的内容 跟这个 结束的话 跟先前讲的话 所以到底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的解经家 解经家 他因为解决这个问题 很困难 所以他们为了 这个避免这个困难呢 他们说 有解说一种方法 就是说 他说呢 第一点他说 那早来的那些朋友们 他们没有工作 他们六年钟就来啊 他们吃饭吃两钟头 吃这个早餐 烧饼 油条 馒头 都带来了 他们自己倒饭来 所以那个 他们中午呢 吃饭时 他们回家 睡午觉 回来三点钟 回来 做了 其实做几个钟头 根本没有做什么事 这个是 外面几人家说的 所以这个也没有证据 因为圣经说 他们就 九点钟来 六点钟来 就是做工吧 没有说什么 他偷懒 所以还有一个 他们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 他们说 他们是工资不同 怎么工资都不同呢 早来的人呢 得银币 中午来呢 最先得金币 中午来得银币 下午来得铜币 很像欧运一样 三种币 所以其实这个是乱扯 这个乱讲 因为圣经说 只是一块银子 一块银子 就是当天的一个工资 所以这个也讲不通 所以这是胡扯 东北人就叫胡扯 乱讲话 所以这个 这里讲就是 他们还是得到一个银子 所以这个方法 也是有问题的 那圣经那里又讲到 第三点 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说这个 他们说 他们说在天上 没有 他说在这个 在这个比喻当中呢 天上没有奖赏 因为他们说 有的解经家说 你在世上做什么事情 在天上没有奖赏的 因为这样的话 好像说 你最晚得救 去天上 没有奖赏 而且在地上 你不管做什么东西 没有奖赏 到天上 大家都得福音 大家都得救恩 所以这个说 所以这个说法 也不对的 因为呢 在这个 马可福音 大家能传到 能打开到 马可福音 二十九章 马可福音 二十九章 马可福音 十章 对不起 马可福音 十章呢 那里告诉我们 有这个奖赏的 在天上 有奖赏的 马可福音 十章二十九 到三十节 这是这个 回答那些人 那些人说 在天上 没有奖赏的 到底是奖赏的 彼得说 对他说 看到我们 辟下一切了 就是二十八章 二十八节 说我们辟下一切了 还有什么 要跟随你了 所以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为了我福音 辟下房屋 或是兄弟 或是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这个 在今世的百倍的 就是房屋 兄弟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且 告诉 逼迫在未来 得到永生 所以这里讲 耶稣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有奖赏 而且在未来 也有奖赏 还有地方是 有百倍的奖赏 有百倍的奖赏 所以这个奖赏是什么呢 就是在今日 有奖赏 在来日 在天国上 有奖赏 什么奖赏呢 我们不太知道 但这里有讲 未来有奖赏 这奖赏是百倍的奖赏 所以感谢主 这个 侍奉神的人 有奖赏 所以 爱主的人 有奖赏 这个奖赏就是什么 主要的是 灵性 天 天上的奖赏 而且是属灵的奖赏 而且是福音的奖赏 感谢主 过去十年 我在大陆 给差不多 八十 九十位 信主 施洗 你知道一个传道人 给一人施洗 是多么荣耀 因为看一个罪人 从悔改 认识耶稣基督 承认耶稣基督 加入教会 成员教会 而且在主面前 认罪悔改 而且给他施洗 这个对传道人讲 是非常荣耀的 所以有机会 这个是奖赏 我在美国 募会大概要 差不多十几年 大概过去三十多年 有十几年募会 就是有是part time 有是full time 全时的 半时的 我只给 差不多十几位 施洗 一家 还是几位 同 这个 朋友们 施洗 我觉得是好像不错了 十几位 但是你可以看 我一加入这个宣教以后 神就给我 到处有机会 给他们施洗 这个就是百倍的奖赏 这个钱 这个地位买不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 耶稣基督 有百倍的奖赏 真的我taste 我查到 可以看到神给我的 在过去五年 十年 我给 差不多有 一百位 牧师给安牧 所以这个 根本想不到了 所以黄牧师知道 给一个传道人 给安牧 哇 是光荣啊 给他安牧 说 给他 安牧 而且给他送出去 做福音工作 是多大的荣耀 所以这个就是百倍的奖赏 你领人信耶稣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最早 我领人信耶稣的时候 我那时候十几岁 在日本的时候 我们是小船道 我哥哥跟赵天 是小船道 为什么呢 我们那时候在日本山上住 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 从差不多一点钟到五点钟 在日本的街上 到处去传道 他走这边 我走这边 我们拿着圣经章节 这个单章 一边走一边 排到基里路 从那边 从路回 同样路回来 为什么 捡那些扔掉的 扔掉都捡起来 不要浪费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 下里边还可以用 所以连个信耶稣 日本人和中国人 信耶稣 我心里面很大的激励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 我有很大鼓励 所以那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礼拜天都要去 做了好几年 跟我哥哥 所以后来 我才知道 神呼召我们 做了神的仆人 就是我十二岁时 做小船道 十二岁小船道 所以你可以看 你们小孩子 都可以做小船道 所以就一直没有 你们有小孩 叫你们小孩 告诉他们朋友 是耶稣 这样的话 他们告诉耶稣 他们小孩子进来了 后来呢 小儿子喜欢你们 教会主义 刚才看那么多小儿子 他们进来以后 他们会把他们父母带来的 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 大家都有这个 这样就全家归族 你可以看见 这个小孩子 都可以 令人归族 所以耶稣说 小孩子 让小孩子到面前 因为这就是天国 他们的小孩子 天真爱神 这个荣耀神 而且认识神 这个就是天国 所需要的人民 这个天国的子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爱主耶稣基督 而且这个领人归族 这是得百倍的奖赏 所以感谢主 当一个人 侍奉主 这个 加入神的国以后 这就是神带来的祝福 我有个小女儿 今年28岁 她UC Santa Barbara毕业 毕业以后 以前呢 她就感觉 有一天她回来 Santa Barbara 就你们家蛮近吧 五十六十里 她 那有一天回来 她说爸妈妈 我最近两个礼拜 不能睡觉 不愿意吃饭 不能集中我读书 为什么呢 她又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来恋爱了 大家你们结婚的 以前恋爱的 是不是心里面 一直想她 一直想看她 一直想念她 而且不能吃饭 不能睡觉 有时候看见她 而且要想念她 有没有这样感觉吗 所以她说 没有 我们学校的中国孩子 不太好看 不愿意不喜欢中国男孩子 我说 那什么原因 使你不能集中 睡觉 读书 吃饭呢 她说 最近 不管我在读经 祷告 听到时候 神一直叫我说 你要出来 去中国 去中国 做福音工作 她说我怎么做呢 我才 还没有大学毕业 就怎么去呢 我说 这个神在呼召你 我说 最好方法 你要回应 她说什么回应呢 我说 你举手 在神面前发誓 而且回应在神 正如 弥赛亚书 六章八节 在说 主啊 我在这里 拆穿我吧 她就这样祷告 祷告以后呢 她就 她就说 哈利路亚 解脱了 她们突然间 觉得这个重担 就掉了 她就说 第二天就回去了 到学校 她说 当天晚上 那一天晚上睡觉 就是在这个两礼拜之内 睡得最好的 就是她解脱了 她呼召 神呼召她 她answer 她就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她回应 呼召以后 她什么呢 毕业以后 立刻去东北 师范大学 教英文家教 教英文 所以她领好几个女孩子 同学们睡 这个信耶稣 而且她就奉献了 那就奉献了 而且她后来 这个有恩赐 她觉得 她有恩赐去传道 所以这印证了 神呼召她 这是奖赏啊 但后来她觉得 她不够 她后来到惠登大学 去念一个硕士 宣教硕士 就跨文化硕士 毕业了 后来 这次呢 到香港去 我讲这个就是说 你回应神的呼召 跟神的祝福 会来到你身上 为什么呢 她一直祷告 要有个男朋友 她男朋友过去 七八年认识 但是没有接近的 谈关于婚姻事情 所以她回到香港以后 她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她跟红灯区的女人 做见证 令她们归主 从来没有想到 耶稣基督会要 批评 对不对 耶稣基督跟那个妓女 叫她妓女 给她擦 洗她的脚 那些法律商人说 你看 这个会 这样的人 你还叫她碰你 所以我女儿 就去那边 跟那个同 这个妓女们工作 而且领导她们 洗耶稣 好几个洗耶稣 所以这个就是 她的神的工作 所以后来 神的应许什么 她后来最近 跟她的男朋友 订婚了 订婚了 十一月结婚 所以十一月 我们要去看她婚礼 参加的婚礼 所以这个就是 百倍的奖赏 真的 她一辈子要需要 她跟她盲朋友 十年前认识 是大学生 一二年纪的时候 但她一直想 一直断断续续 但是当你 接受神的应许 接受神的工作的话 神就慢慢使得 安慰 祝福到你身上 不管什么的 所以这就是 耶稣说 在今世 来世 有百倍的奖赏 而且有百倍的祝福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感谢主 过去十年 我们在宣教的时候 我们可以证明 我们在主里面 神给我们所有的 都是满足 因为你知道 做宣教师 没有固定的收入 都是靠亲朋友 奉献的 以前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到时候钱就进来了 去银行 到时候来 到时候准 但是加入神的工作 宣教里面 没有固定 有时多 有时少 有时这个房估 我们的mortgage 都配不了 但是神有百倍的奖赏给我们 是另外的奖赏给我们 所以我们 以前也不亏 而且什么都不欠 这就是神的祝福 所以百倍的奖赏 是从天上来 是在福音上有份的 所以 这个 法利赛人 跟 法利赛人 和瑞利那些人 都批评耶稣 跟这个下流的人 这个妓女 跟这个税利的人 跟他们联络 所以这个 就是代表 耶稣基督给我们 讲的比喻 还有一个重点之一 所以第二点呢 我们要看一看 那么我们如何了解 这个比喻呢 怎么了解这个比喻呢 因为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外邦人信耶稣时候 信耶稣基督时候 这个犹太人当中 产生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 好像我们在 这个别的比喻可以看见 第一个比喻就是 我们看见 在一个浪子的故事里面 浪子的故事里面 大儿子就是这样 大儿子的反应 就像那些 早来的一些工人 反映一下 这个不合理 unfair not fair 这个大儿子说 你这个小儿子 把你财产都拿走 跟他倉记 这个乱掉 废掉你的钱 而且他回来 你还给他开宴席 岂有此理 我不参加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 这犹太人 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 请这个外邦人信耶稣说 犹太人产生了一个结果 反应 他们不服 而且他们觉得 他们是神的普遍 他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他们应该得到一切 一切的blessing 一切的祝福 一切的福利给他们 没有来 王就很奇怪 说奇怪 我儿子结婚 没有人来 大一批 第二批去 大街小巷 穷人 瞎眼 都要叫他们来 叫他们来吃 我儿子的宴席 这个宴席 当然就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了 所以就是说 福音要到各处 各民 各邦的地方 传福音 叫他们来 到千国来 吃的宴席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批那些人 就是给犹太人 犹太人不要接受耶稣 犹太人 因为他们反耶稣基督 就把耶稣基督定施教 到第二批人 第二批人就是 外邦人 或是希腊人 希腊人人 然而现在是中国人 这些人 慢慢回应福音 他们信了耶稣 这个就是代表 这个 这个 比喻的故事 还有一个反应 就是这个税吏 跟那些个法利赛人 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这税吏怎么讲 他不敢提胸 不像那个犹太人 法利赛人 他说 主啊 我感谢你 我一礼拜奉献多少 而一礼拜 这个警示多少 看看我 拍片自己 但不像 那个税吏 他在一个角落上 他根本不拍 他一起头来 他说 主啊 我是罪人 赦免我 能接受我 所以耶稣说 这个罪人回家 是被耶稣基督寄有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 就代表这个大儿子 也代表 那个找来那些工人 他们不服气 而且觉得他们是骄傲 他们忌妒 那些晚来的 晚来的满得奖赏 满得中央的奖赏 给他们的钱一样 所以这个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比喻就是犹太人 这个身份的问题 因为犹太人觉得 他们是神的选民 但是你知道 这个耶稣基督 复活以后 生前以后 犹太人就不是 神的选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救恩是在 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 当然救恩是先到犹太人 先给犹太人 福音在 先到犹太人 后到西里人 这个外邦人 但现在耶稣基督 复活以后 这个福音到全天下去了 任何人系耶稣 都变为神的耳解 今天早上我讲这个 这个大使命 就是这个故事 到全世界天下传福音 这个传福音就是 不但是nations 不是国家 但是英文是写国家 all nations 但中文说 all 万邦 万邦是包括什么呢 没有讲清楚 但是在希腊文里面 他是到 潘塔塔ethnic 潘塔就是across all over 整个 他就是the ethnic 种族 所以我要传道 传道种族 所有的种族 语言 语言 人类 人类等等传道 我记得这个 这个赋能人宣教师 他到这个立书主人传道 他是英国一个数学家 他毕业以后 伦敦大学毕业 就去中国宣教 他是头脑很清楚 他是数学家 所以他发明一个立书主的语言 创语言给他们 立书主人没有这个字母的 正如这很多非洲 还有亚洲一些 没有语 没有字母的 所以必要发明字母给他们 所以他就遵守这个 要到天下去传福音 设立一个立书主语言 后来翻圣经 一个人翻圣经 后来翻圣经 认圣经 有千金万万的人 信耶稣 正如这个伯格里 伯格里也是跟苗主人 传福音 就圣经 所以你可以看见 他们外邦人得了福音以后 这个犹太人就不是选民了 我们是选民 你我是选民 比如说你们外邦人是选民 就是从外邦人各处各地方 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家的人 信耶稣的人 就是神的选民 在创世以前 神就捐选你 这个就是神的选民 所以这个意思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在 主义书记里面 是在有这个分等 而且我们要有原因 去告诉每个人 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犹太人 这个身份问题 变为他们有嫉妒 他们有纷争 他们有骄傲的态度 所以这个故事 就代表他们 在主面前 他们发生的问题 但是我们决定知道 这个比喻是讲那些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有永生 我们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信了开始 所以我们有永生以后 我们要有计划 去传出福音 而且活出来 所以我们要 第三点呢 我们要学三个功课 我们到第三点 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 学了三个功课 这个功课 这个是代表 从这个比喻里面 第一点就是 神不欠人任何东西 神不欠 正如这个原主 对那些找来说 我不欠你什么东西 我愿意给你钱 说好了就定了 你没有原因 就反驳我 这就是同样的 我们没有原因 控告神 或是跟神讲 那是unfair 因为人 神不欠人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功人 问题就是说 他们觉得 他们应该格多 有时候呢 我们释放主 这个多了 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 多加的奖赏 多加的blessing 多加的 好像神给我祝福 那不一定 有的人因为他们说 我做了很多年的 执事长老 或是什么 神应该听我祷告 我所要祷告 神应该都听 但神没有听 他祷告 他就说 这是unfair 这个神不公平 是不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侍奉主这么多人 我应该多多的奖赏 其实不是 神给我们的奖赏 就是 只在乎 祂的恩 祂的恩典 所以神没有劝什么东西 没有缺什么东西 祂在神面前 不能说我应该多点的blessing 多点祝福 但是就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有福音 我们有永生 所以我不是说 神劝什么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 觉得神劝我什么东西 多给我奖赏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只能说 因为神的恩典 神给我永生 给我这些祝福 蒙福的人 我们就够了 所以有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 神对他 报答不够 所以有的人说 我不去教会了 有的人说 不去教会了 因为神不公平 这些人 这个东西 这样事情都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 反复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看清楚 所以我们 所应该得着什么 就是信住以前 我们应该下地狱的 得神的咒诅的 所以现在我们 得到神的恩典 是神的 所有是神的恩典 那些下距不信 耶稣的人 他们得公义 得justice 本来他们就是 没信耶稣 他们就没有得永生 他们就是得到神的咒诅 所以我们猛恩的人 像那些得钱的 猛恩的人 应该感谢神 所有得的 所有得的恩典 所有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有感恩 而且感谢神 而且敬拜神 而且做神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 结束基督 告诉我们的恩典 在这个工作上 所以我认识一个 李天安的牧师 李天安的牧师 是在上海 他坐监16年 认识 有的人认识 我在几年前去看他 他告诉我 他坐监16年 我说你李天安的牧师 你在监牢里 做什么事情 他说传道啊 他传道 对呀 我说你也认识 多传信主 他说有60多位吧 他有16年 领60多位信主 而且大家都来找他 问他的救恩的问题 所以他我说 哇你好厉害呀 一边坐监 一边坐牢 他去做清洁厕所的 他们特别虐待他 叫他这个清洁厕 这个脏脏的厕所 他做了十几年 一点也不缺 所以他出来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你在监牢里面 学了什么功课 你出来以后 你有怎么敢想 回应神 经过这个苦难 这个痛苦 这个16年 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说 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只不是我应该所做的 这是我应该所做的 只不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本分 那就是他的answer 那就是答案 你受苦 为了主受苦 昨天这个红武士读 这个厚书那里 当基督徒受苦的时候 应该喜乐 因为喜乐代表 耶稣基督这受苦 是为了我们受苦 同时我们受苦 应该喜乐 就接受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 第一天呢 就是说 那时候过去16年 受苦 他说 我是无用的仆人 我只不过 做我应该所做的 所以第一句子妹妹 当你有 生命上 生活上不如意的事情 或是有点痛苦 有点不方便的时候 你只是说 主啊 我接受这个 你给我的 不方便的 我只是一个 无用的仆人 用我吧 用我 做你的器皿 这样的话 神就是 把你当一个 好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比喻 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 不要用义务的方法 不要做什么事情 好像义务 牧师叫你 做什么事情 吩咐你 做什么事情 你不是说 我做了 得什么奖赏呢 不要问这样 你说 我是无用的仆人 做些事情 是指我理所当然的 这样态度 神会给你 很加上的祝福 而且有百倍的祝福 所以不要用义务的 或是什么 欠债的观点 看自己的服事 而且好像要得奖赏 不是这样 所以为了福音 我们把饭一切 所以这个第二个功课呢 就是神 顾念人 不顾念东西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就是好像 那个原主说 你们怎么不去呢 工作呢 你们怎么还不在这里 他们说 没有人顾我们 没有人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福音在那里 人人还没有信耶稣 你要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说 没有人告诉我 所以你的责任 你我的责任呢 就是爱神的话 我们要告诉他们 据我们 所以他们早日 能进天国 他们也进这个 葡萄园去 最后一点呢 最后一点就是 关于这个 先后的事情 最后一点就是 先后 谁先谁后 这个问题就是 刚才问的 所以那就是讲 将在后的 这个马太福音 十九章 这里讲二十 十六节 这里说这样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个重复了好几次 在圣经里面 这里讲的前后的事情 是讲这个救恩 救恩 得到救恩以后 你得到奖赏 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这也是讲 这个一个人得救恩 你找救恩 你要找结果子 这样的话 你就有奖赏在天上 那后来晚来的呢 那晚来的人 他们这个也要结果子 所以这个结果子就是说 你看你什么时候得救 你越早得救 你要有多多果子 出来 那你不多结果子 那你就变厚了 所以有的人 晚信耶稣 或者他妈 他们觉得因为时间不晚了 时间不早了 他晚信耶稣 他说时间不早 我已经五六十岁了 没有机会做宣教了等等 他要拼命地 做主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话 他到先得到神的奖赏 这个奖赏是什么 属灵奖赏 于是神会 把一些人带你家里 或者你有机会领他信耶稣 而且看他之后洗 而且归主 加入教会 而且他 你领的人 他会别人 拉别人信耶稣 所以这个是奖赏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的看法 那另外一看法就是 我勉励大家 就是越早来奉耶稣的名 奉献最好 就是做主的工作 所以不一定每个人 都要做宣教士牧师 你就知道耶稣基督 跟那些传道人 马太福音二十八 让这个大使命那讲 他不是只是跟那门徒讲的 说你们到普天下去 做人的福音呢 这是一般的信徒们 所以耶稣基督同样的 跟所有基督徒 你们要到全普天下去 传福音 就是到各处各地 传福音 这样啊 就是你会得到奖赏 所以弟兄姊妹们 最好就是 尽早开始 好好利用你的 手中的资源 而且在你的范围之内 令人归主 做主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你尽力做主的工作 而且不是为了奖赏 也不是为了福利 而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这样完了以后 你就说 我是无用的仆人 我只不过做 我该做的 正如李天然牧师讲 李天然牧师 后来去 也回天家了 所以这个牧师 和传道人 很多大陆的 王明道 等等 这些人 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有同样的心态 就是说 我不是 只不过是一个 没有用的仆人 我不是做 我应该所做的 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 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把这个 一些的挑战 放在你大家面前 特别你们年轻的 你们年轻的 我们说年轻 就是四十岁以下 都是年轻的 四十岁以上的 就是成熟的 所以你们四十岁以下 越早越做主的工 我刚才讲 我十二岁就开始做 宣教工作 所以这个机会很多 但是我现在呢 神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刚刚从大陆回来 大陆回来 我们应该宣传神的话 而且很多机会 每次我们去大陆 都觉得这是 也许最后一次了 因为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 把门关上 我们已经是五十六十字了 但是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 神会把门关上 所以我们又抓到机会 好像说这是最后一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们 你跟一个朋友 亲友 介绍耶稣说 你就说 也许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给他听 真的 所以你要身上 要预备一些赞当 预备一些圣经赞当给他 送给你 我记得我在大陆 我每次有机会 打敌 给钱时 先给他赞当 然后再给他钱 我说这个赞当 能改变你生命的 我说谢谢 谢谢 说给他 这样 你的义务完了 你要给他 所以要给他东西 给他福音 给他永生 所以特别年轻人 在侍奉者 不要等候 不要厌期 因为时间很快 我今年快75岁了 这个50年 如一日 真正的 这是转眼成功 正如圣经摩西讲的 所以50年过去 好像在一刹 我记得1968年 我刚刚去神学院 西米士德 那我开始传到50年前 就是传到学神的话 就像过去50年 就是一刹那 所以时间很快 不要说你年轻 很多时间 没有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 神领你回天家 但是趁你年轻的时候 把时间归给神 我哥哥有一个朋友 叫一个朋友 他是港大第一名 物理系毕业的 他们一起来到美国 他毕业以后 他也有呼召做宣教工作 做传统工作 他到美国来 我哥哥就鼓励他 去读神学院 他说考虑考虑 但是他得到伯克莱的 假学金 四年 电机系 假学金 他去伯克莱 读了四年 得了博士 到一个基督教大学教书 就要了四十年 在我哥哥的商礼时候 在帕塞尼亚 美国洛杉矶 他跟我讲 他流泪 他说 过去四十年 浪费了我的时间 我忽略了神 我忽略了神 呼召我的工作 我在伯克莱四十年 大学四十年 四十四年 浪费了 不要浪费你 过去四十年 或是未来四十年工作 因为世界东西 不能使你满足的 所以只有基督耶稣 基督在你身上 所做的善工 善工 就是浮云的工作 所以时间 把握时间 所以他呢 这位同学呢 这位朋友呢 他因为有点退休了 四十年以后 他要退休嘛 他要赎罪 他怎么赎罪呢 去这云南 到山上 做传道工作 很有起劲 许多人信耶稣 在山地里面 但是一年以后呢 他太子说 我不干了 你做你的 我回到美国加州去了 我不在中国 我不在这个脏脏地方 土人的脏脏 你做你的嘛 所以他做了一年 所以他浪费了四十年 四十四年 但是他用一年 想做回案 或是回应 和赎他的罪 但是神只是给他一年 后来他有心脏病 动手术 现在走路走不了了 所以你可以看见 四十四年浪费了 因为他没有看到 最好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这个比喻代表 我们要把握时间 奖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能够 我们最后说是什么呢 侍奉主以后 就是说 能够侍奉这个 这么有慈爱 有慈悲的神 实在是我的荣耀和快乐 这是我的结论 这是我的祷告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 你今天 呼召我们 听你的话 而且你的话 告诉我们 你的 福音 就在我们眼前 你的福音 就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 活出来 而且把这个福音 在我们家人 在这个工作上 在不同的场合之下 我们可以把福音 活出来 这个就是你 呼召我们 在年轻时候 或者在中年的时候 或者在晚年的时候 能把福音 活出来 这是你 叫我们活的目的 就是荣耀神 而且在基督耶稣里面 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奉耶稣赠名 Amen Amen Amen